著名分析師 Laszlo Brini不久前辭世 基金經理Barry Ritholtz为其写文纪念 Brinni自1974年起 一直关注市场 直到生命最后阶段 仍继续分析工作 他是首位创建资金流向模型的分析师 该模型根据股票在不同价格的交易量 衡量升跌的可能性 当交易量增加 反映价格变动背后的信念强劲 走势可能进一步持续 相反亦然 除交易流量以外 Rini的分析注重留意市场的趋势 动态 心理和历史 在其研究中 将牛市分为四个阶段 抗拒 整固 勉强接受和狂热 在最终阶段 狂热的特点 包括很多不怕死的冒险行径 大批新手出现 而崩盘的可能性 亦随之日渐上升 Result也益述在于其 多年的往来中 Rini的一些格言 对投资者不无启发 一 如果一件事情 就像你脸上的鼻子一样明显 市场也已经知道 二 看淡的论点 总是似乎更具说服力 更有艺术性 而看好的论点 通常关乎未来和未知 三 预测环境 而非事件 在星始终保持看好 别过分关注细节 四 多数指标指示描述性 而非指示性 五 没有比口才好的无能者 更危险的人物 六 预测下语一无是处 建造方舟或卖散才有用 七 你是唯一能为自己评价专家的人 八 免费建议不值一提 九 投资确实是一种专业 要了解更多 可参考Britney 2013年的著作The Master Trader 而在另一技术分析 一名家的访问集Heretics of Finance Berini也是受访者之一 当中他曾提到 我的方法是解剖股市 我会让市场告诉我整个故事 充分反映其始终尊重市场 尊重趋势